小孩凭借着新手光环 竟然钓上了一条几百斤的巨型失败 钓鱼的钩子都比巴掌还要大 这真的太不可思议了 那么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第一步 首先需要钓到鱼鱼 小哥为他绑好鱼钩并递给他鱼干 凭借着新手光环 没多久就有一咬钩了 经过小孩不断地摇晃鱼干 不多时他就拉上了一串鱼鱼 小孩充满了自豪感 也引来了旁边小哥的连连夸赞 随即小孩接下钓鱼生涯的第二干 他似乎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天赋 没过多久又成功地钓到了一串的鱼鱼 现在已经有了足够了鱼鱼 接下来他们即将挑战更大的目标 小哥把鲜活的鱼耳勾好后 便直接丢进了海里 不多时鱼干便快速地出现 这是已经有鱼中狗了 但此时小哥还是很有耐心地教小孩 如何使用鱼干 小哥一边拉起鱼干 小孩也一边往回收起了一线 经过两人的默契配合下 大鱼堪堪露出了水面 可大鱼不甘就这样被捕捉 却猛地向海底钻进 鱼干也瞬间被压弯 小哥见大鱼想要逃跑 直接将鱼干递给了小孩 而他反应灵敏走向船边 一把抓住了一线 直接将大鱼拖上了家板 这是一条金枪鱼 虽然不大但也有个十多斤的样子 然而他对这条金枪鱼还不是特别满意 为了让小孩的第一次钓鱼 有个永生难忘的经历 小哥竟直接拿出了一个比小孩头还大的鱼钩 然后将鱼钩挂在刚刚钓上的金枪鱼上 我勒个乖乖 到底要钓什么鱼 才能用得上这么大的鱼儿 很快鱼钩沉入深海里 鱼耳血腥的味道 很快便引来了许多巨物的身影 经过小哥不断地挑逗下 鱼耳下面突然传来了咬钩的动作 小哥见状猛地将鱼线往回了 小孩也在后面打起了酱鱼 吃力地帮忙收着绳子 然而就算是三个人在合力收线 打鱼这样的力气也让众人的肾上腺素飙升 还好绳子足够粗钩子足够大 不然早就切下来 经过十几分钟的激烈对抗 巨物终于是慢慢被拉出了水面 这是一条200多公斤的巨人石斑 你看石斑的嘴巴大得可以将小孩一口吞下 一旁的人在他面前都显得格外不激 就当我以为今晚要加餐时 小哥竟一把将巨人石斑放回了海里 难道这种鱼受当地的法律保护吗 欢迎小伙伴们在评论区讨论